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要讲是 直播中朱学恒讲一讲 突然拿起手机一下看讯息 一下看向镜头外 原来就在这时候发现 哇 出事了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状况 委员你拿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是 朱学恒一度拜托立委帮忙拿A4纸讲解 自己就躲在后面拼命打字回讯息 因为就在当下留言区直接爆炸 许多网友涌入痛批朱学恒性骚扰行为 这180秒的事故画面已经在网络疯传 但尴尬的场景其实不止一桩 他不只是性骚扰的吃案 他甚至包含了严重的职场霸凌 朱学恒在节目上连不红气不喘 谴责民进党性骚扰吃案 但同台的却还有被他强文拥抱的 国民党议员钟佩军 他脸上表情很严肃 原来当下钟佩军相当气愤 手脚冰冷 直呼朱学恒怎么好意思批评性骚扰 愿意相信有人会接触他的这个浪 钟佩军强忍悲伤 听起来还有点哽咽 毕竟家害人就坐在离他不到一公尺的地方 鼓起勇气讲话着实不容易 而钟佩军遭到性骚扰 法界分析 若要提告朱学恒有可能吃饶饭 是会违反244条的强势猥胁罪 最高是可以处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突袭 朱学恒坦诚的确有强文钟佩军 这起新骚扰事件恐怕不是道歉就能到此为止 欢迎新闻张环玄李定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中文没集中 摇讯 脖子